本集由爱识工房特约赞助播出 Hi,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六祖谈经,白话文 第三篇,疑问 有一天,韦刺史和六祖为能举行齋争大会 吃完齋饭之后 韦刺史工程大师登上法座 自己就和官僚,信仲,整肃而容 向大师再行礼拜 然后问道 弟子,想听和尚讲法 实在是微妙到不好思义 现在有些疑问 希望和尚大发慈悲 专门为我们解说开事 六祖为能他说 有疑惑就问 我自会和你解说 韦刺史他说 请问大师你所说的 是不是特摩大师的宗旨来的 六祖为能他回答说 是,韦刺史他说 弟子听说 特摩大师最初度化梁母帝 母帝他问 朕一生建造寺庙 斥道僧人 布施财物 广切齋回 会有什么功德呢 特摩他说 实在没什么功德 我完全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 希望大师能够为我解说 六祖为能他说 实在真的没什么功德可言 你们不要怀疑先性前言的说话 梁母帝心存邪见 并没有认识真正的法性 建造寺庙 斥道僧人 布施设债 那只不过是求有烦恼之物的人天福报 不可以将这些福报当成功德 因为功德原本就在发生之中 并不是在修福的事情上面求的 六祖为能又说 明心见性就是功 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就是得 念与念之间没有滞外 经常能够见到真如本性的真实妙容 这就叫做是功德 内心谦虚悲下就是功 外面依礼而行就是得 从真如自性之中建立万化就是功 心体远离一切妄念就是得 念念不离自性就是功 运用自身本性而无所侵染就是得 如果尋求功德发生 只要按照这样去做 就是真正的功德 如果真是修功德的人 心里面就不会轻慢他人 而能够普遍地尊敬一切众生 心里面时常都轻视他人 我执不能断除 自然不会有功 自我心性如果虚妄不真实 自然就无得 那是因为一贯以自我为大 我执太重 常都轻视一切的缘故 善知识 时时刻刻念念之间 无有中断就是功 依照平常心 顺值而行就是得 自我修行本性是功 自我修行身行是得 善知识 功德必须在自身本性之中识见 而不能够通过布施写语 供养侍奉来求得 所以福德和功德是有区别的 梁武帝正正是不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 所以并不是达摩祖师的言行有错误 韦赤士又继续问 帝子经常见到出家人 或者是在家修行的人 口中念诵 欧美陀佛的名号 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请大师为我们解说 念佛是否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希望大师为我破除心中的疑惑 卫能他说 请韦赤士用心听 我为你解说 佛陀当年在社围城里面 宣说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经文里面 很清楚地指出 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的世界并不遥远 但如果在视相上来说 西方距离我们现实的世界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这个十万八千里 其实就是象征众生的十恶八邪 因为十恶八邪的障碍 所以就说西方遥远 说西方距离遥远 是针对根气下等的一般五性的人 随相而说 说西方距离很近 是针对根性瑞利的上智人随性而说 人的根性的确有利顿之分 但佛法就并没有这样的两种分别 因为众生有迷与悟之间的不同 所以见性就会有快慢之别 针迷的人着想念佛求生西方淨土 觉悟的人只求淨化自己的心 所以佛陀先说 随着自心清淨 自然佛土清淨 为此使 东方人只要自心清淨 就不会造罪业 反过来说 就算身在西方 如果心不清淨 一样会造罪业 如果东方人造罪业 可以清明念佛 祈求往生西方 那如果西方人造罪业 清明念佛 又可以去哪一方呢? 凡夫如人不能够了悟自声 不能够领悟 淨土是由自己的身心出发 于是乎 就发愿往生东方或者西方 而各五的人 去到哪里都一样 到处都是淨土 所以佛陀说 只要心中清淨 无论你所处的是何地 都能够尝得安乐 为此使 心中只要无不善之念 西方极乐世界 就离我们无几缘 如果心里面 怀有不善之念 就算清明念佛 亦都无法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我奉劝诸偉善知识 首先 消除十恶 那就等于 行了十万里路 再除去八斜 那就又等于 行了八千里 念不念都能够 见到自己的本性 经常令到自己 行为平坦正直 那么到达西方正土 就如同但子之间 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了 六祖为能继续说 为此使 只要奉行十善 又何必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无断灭到十恶之心 又有什么法 来去迎请接引你 往生西方 如果能够了悟 无生灭的顿教大法 那么亲见西方极乐世界 只是在撒那之间 正是清明念佛 而不能了悟的人 重点只是放在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路途遥远 又如何能够达到呢 我现在就和大家 在一瞬间 将西方极乐世界 搬到眼前 当下就能够见到极乐正土 各位愿不愿意 亲身去体会一下 所有人都向大师 行了一个大礼 然后又说 如果在这里就能够见到 那么从哪里需要 再发愿望往生西方呢 希望大师慈悲为怀 留客将西方显然出来 给大家都得意看到 陆祖慧能他说 各位 世上的人 自己的肉身 就如同一座城池 眼睛 耳朵 鼻子 鼻子 就好像是城门 外面有五个门 入面 还有一个意念门 自身 就好像是土地 自性 就好像是国王 国王 居于自身的那块土地上面 自性在那里 国王就存在 自性 离开了心地 国王也都不存在了 所以自性弱在 就身心俱全 自性弱离 就身心俱坏 要成佛 必须要向自性中求 千万不要向身外去求索 迷失了自性 你就是众生 觉醒了 你就是佛 心存慈悲 自身就是观音菩萨 有一伙欢喜 平等待人的心 自身就是大势菩萨 能够自正其意 自身就是佛陀 心地平等正直 自身就是阿弥陀佛 一旦生起人 我分别之心 人我之质 就如同衰离山 障碍正道 心里面起了贪欲邪念 就是掀起了波涂空涌的海浪 无名烦恼 就是翻滚的波浪 戴毒害人之心 就是凶猛的恶龙 心地虚偽狂妄 就是妖人的鬼神 经常在尘牢之中奔波 就如同如别一样的忙碌 心存贪亲恨 就等于自造地狱 如痴不化 就等于无知的畜生 善知识 事上奉行十线 天堂就在眼前 去除人我分别 自大的衰离山 就轰然倒塌 昔灭贪亲之心 生死苦海 就会枯竭 烦恼不生 海面的波浪就会平息 去除毒害之心 愚龙就会绝职 自己心中的真如觉性 自然就会放大光明 外照眼以被舍身意 六根清静无染 就可以冲破困惑陆欲诛天的贪爱 喜、怒、哀、乐等等的情欲 内照自身本性 即能够灭除贪亲痴三毒 应该带入地狱受苦的罪业 亦都傾黑随尽 如此内外通明透切 就如同清静的西方极乐正土一样 如果不做这样的修行 又怎样能够去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呢? 大家听完六祖为能的开示 动言明白 照见自性 于是向六祖恭敬鼎礼 一同赞叹说 好极了 又高畅说 但愿天下的众生 听闻此法之后 都能立即觉悟 六祖为能他说 善知识 如果想修行学佛 在家修道 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要出家住址 在家修行的人 如果能够依法修行 就好像 在东方的那些心底善良的人一样 而出家住址 不能够依法修行 就好像那些住在西方 但是心底不善的人一样 只要内心清静 就是自性的西方极乐世界 韦智史又问 人如果在家修行 又应该怎样修呢? 希望你能够为我们教化止仇 慧能他说 我跟大家讲一个无相众 只要依照这个众修行 就好像经常和我一起那样 如果不依照这个众修行 就算剃道出家为真 在修道上面 又有些什么益处呢? 众词是这样的 心底平等 学习烦恼慈戒 行为正直 哪里还需要修闪? 知道报恩就能够敲养父母 明白义礼 就能够上下相连 懂得谦阳 就能够尊卑和睦 能够忍辱 就能够制止仲恶 如果能够如钻木取火一样勤修 污泥之中 定能生出红年 苦口的 经常都是治病的良药 逆耳的 必定是利行的忠言 改正过失 必定能够生出智慧 维护短处 必定心内非然 日常生活之中利益他人 成度并不是只有布施钱财 菩提只需向内心沉默 何必徒劳向外求取元妙 听我说计之后 依此修行 西方极乐正土 就在眼前 慧能他又说 善知识 大家都要依照计仲修行 各自识见 获取本性 直接了当地成就佛道 时间不会等人 大家就在这里散 我要回去曹溪散 大家如果有疑问 可以到曹溪那里问我 当时 韦智史 官员 和法会里面听说的善男信女 全部人都心开意解 有所领悟 对六祖慧能的教法深信不疑 无一不专守服行